这是周拉说新闻 收看的时候一定要认真 嘿呀 我每天说这新闻 嘿呀 不管夜晚还是清晨 有太多的气魂都在这里储存 我和苦流王一起想要把你吸引 首先 咱们一起来到武汉 老人突然遇到路人没有见词不管 而且还送来热豆浆味给他喝 非常感动 呼吁大家拒绝冷漠 中朝联赛 恒大对战江苏 比赛少年该落就打过一箱纪录 开场几秒就消散 天破门 不过最终还是递成了平分 当家联赛 上演一场得比战 结束后场外发生混乱场面 双方红包区引发不小的冲突 大批警察出动用手枪去逐 接着再反式现出力到美国 一年一度的狗狗大游行开始了 主人带着他们进行打扮的黑拳 部分主人的装备也是一大亮点 匈牙利就像有人挑战活动 各种精彩表演 正在进行中 选手们都把出了开与家绝活 各种世界侵入了各种大陆 转完了匈牙利再来的奥地利 一月演赛 最近不少人参与 参与选手挂身一半还翻了天 再看见任何位拳手 整个一次不如来 所以国家开与配丽举行生日party 男朋友进行为他准备了惊喜 竟然要以写写鬼为生日主题 但小的可能都下来不敢去 最后来认识一位才会艺术家 欠赏他的嘴边眼睛一定要睁大 立体图案是一个效果十分逼真 不知情的肯定会冷汗出一身 OK 这就是今天的播报 每天的气温趋势让人早知道 昨年苦流亡 您一定要记考 每周一三五周拉队是未免播报 出发cri 字幕用线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